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重重 又来到我们一周市场回顾与展望的时间 今天是周五的晚上6月21号 6月21号也是夏至 是一年里面最长的一天 因为明天后天 我们家里面事情比较多 所以会比较忙 所以我先把视频给大家录好 原则上也不会太长 我们把重要的东西讲一下 让大家知道一下未来市场一个大概的情况 好 那我们开始前呢 我们欢迎每一次来收听 这个Consistent忠实收听视频的好友们 那主要是我们把这个 希望把这个股票的一个知识能够普及 然后呢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如果你觉得视频好的话 欢迎你转发给你的朋友 那另外呢我们要知道说 市场是这个存在的风险 那我们在这种根据历史分析 根据我们整个技术分析 还有基本面的基础啊 这个整个大局的分析 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市场大概方向 那但是呢还是要知道市场是多变的 所以我们在操作的资金大小以及控管 那你需要非常小心 要留意好风险 那我们这周有几个重要事项就是 如果说你积低参加第一次听我们视频 那我们这边视频之外呢 还有这个在微信 那里面书都有免费的冲浪大群 那有每天的市场更新哈 包括这个早安点会以及这个盘后小节 那如果说没有加入朋友 那欢迎你来加入 那后面有这个放相关的信息 那另外呢我们希望大家能收听的时候 能够注意每周这个中场短线的趋势更新 那新的基础班已经开课了 那我们下一次开课是7月7号7月底 所以呢如果你有兴趣报名的 你再跟我联系 那终极班是随时开班的 我们后面会有一些基础班跟终极班 一些介绍 那下周呢因为我有出行 这个所以呢那个我们 周末视频暂停一次哈 那盘中交易时间 可能我不一定会完全都在 但是呢尽量都会看着哈市场 那如果说不在 那你们知道一下我这个去哪 那中间因为我们是开车出游 所以呢可能会有一些时间 就是在路上 所以请大家见谅 如果说没有在群里面 及时的更新资讯的话 另外呢早安点会 所以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是新朋友的话 那盘后小杰以及 如果说你要加入双方大群 这边可以少个QR号码 那NINE的QR Code在这地方 那脸书的在这地方哈 好那我们讲一下就是中长 长中短线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就是说 现在的话趋势都向上 然后呢也是看多 这是对长线的超级长线 那长线的话呢也没有改变 就是说我之前在两个月前讲说 会有一个2700点到3000点的震荡 那市场非常非常赏连 那也给了2730最低 然后现在已经离3000 直尺之遥 那我们还没有突破 所以我们就是说可能结束 那应该已经结束了 但是我们就是说 还没有冲破这个震荡区 所以呢我们仍然就是 就是在这震荡区里面呢 低买高卖或者是低买持有 那基本上这个冲过3000 我觉得是直尺可待的日子 直日可待 直日可待 那拉回就买进持有 这是在长期的部分 那中期的也是同样情况 趋势都向上 那未来展望也是看多 那短线的话呢也是向上趋势 然后怎么样的情况 那我们待会会稍微给大家再分析 所以大家就等一下就注意来看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月线图 月线图呢非常非常的Bullish 上个月是非常非常Bullish 看熊啊 这不好 也不是说看熊就不好 但是我那时候有特别讲到说 要跌破这个绿线跟这个红线 粉红线 那才真正的能够算是说 这个什么双顶啊 或者是什么顶的 就是说真正趋势走差 那大盘就刚好在这个绿线红线之间 然后呢做一个反弹 那当然上半个月就已经反弹非常多了 那这个到今天是6月21号 也就是说还一周时间 那这大盘基本上盖过这个吃掉 上一个月的阳线 基本上已经是全部吃掉了 那非常的Bullish 那月节会到哪里呢 当然我们也不晓得 但是呢 基本上我觉得是 应该是保持高位 保持高位就没问题的事情 那MACD本来是说已经有顶背离 后来被硬生生扭转回来 所以目前还是有顶背离的setup 只是说按照整个就是说趋势来讲的话 除非就是说这个牛熊争斗非常厉害 在这个区间比如说震荡 比如说下个月又整个全部收回来 这个收跌 那当然这个就真的是很糟糕 但是通常我们在这种情况 我们仍然是先以说顺势 顺势是向上 所以呢不管是多多向上 还是少少向上 那基本上还是一个顺势而为的一个动作 那除非有这种所谓的 来看一下月线图其他地方 像这种情况才是真正的看空 有这种情况才是看空 趋势变差 否则的话 这都是一个上涨的中继 回踩回踩又上去 回踩然后又上去 那现在来讲可能看起来说 哇什么顶部啊什么的很恐怖啊 但是其实等到你到这里的时候 这里就是一个中继 中继上涨 所以目前为止趋势维持 而且月线有一个强烈的表态 在看多那基本上 我们就是 仍然是看多 这个方向 OK 好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月线 周线图 周线图的话呢 我们现在仍然就是 看一下这个 2016年的情况 我们目前为止都非常的类似 那在这里一个类似的情况呢 好那个 等一下回到这个图 那我们说这有一个类似的情况 就是说我们 类似在这个像2016年的情况 就是说有一个 就是上涨之后呢 然后有一个回调 然后呢 在一个上涨之后回调 然后我们所谓的 1-2-1-2这样运动 那这样运动之后 是在这个大调整完以后的 这个 就是说回踩 然后呢 再回踩上去 那这边 这个回踩呢 总共上涨了 我们数一下 1-2-3-4-5 大概是快速上涨的 有三周 之后小幅上涨 然后慢慢的 再回来找均线 因为均线离均太远了 那就会回来找均线 我们上次看到说前周 我们在这里达成了什么 达成了这个 整个把这个熊绞杀的一个任务 三周 过去的1-2-3-4-4周 全部almost把它绞杀 然后呢 之后呢 多余的上涨 就是突破之前的高点 就是花了1-1-2-3-4-5-6-7-8 大概八周时间 但是呢 有三周是施打实的 这个很快速的上涨 当然第四周也是上涨 那你看这边来讲 我们上涨了1-2-3-3周 第二根比较慢一点 但是因为第一根太强了 所以第二根休息一下 第三根上涨 所以呢 我们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说 如果历史重复的话 那我们就是说预期 这个大盘呢 仍然可以慢慢的 在未来3-5-3-4周左右的时间 没有产生重大回调的情况下 会慢慢飘到3000-3030的地方 是一个它最大的 算是比较大的极限 然后呢 到这里之后 可能会有大概一两个月的横盘 一个区间的横盘之后 有可能会再回去裁一次 这个上升以后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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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周均线 然后呢 再往上走 那这个2017年就是一个大牛年 这个2016是预备 2015是修正 15修正 16预备 然后呢 17大涨 那我们这边有类似的情况就是 18的时候是修正 对不对 18年充满了修正 这个先一个 先大幅上涨的末端 然后呢 跌然后呢再 这个重新新高 再跌一次大的 然后呢跌到这个2019年前 对不对 开年之前找到底 然后呢之后 2019基本上是一个 完全修复 然后呢 这个预备 比如预备好 让我们预期就是说 下半年有可能 会有类似的情况 然后呢也是做个预备之后 那准备 这个2017年慢慢的 当然这不是慢涨 这其实涨很多的 就是属于一个 一个这个 基本上是不太大 没有大回头的一个大涨 一个大牛年 在2020年时候 如果说这个情况 重复的话 所以呢在这预备当中的时候 大家就不要因为说 好像好高了 不敢去追高啊 你看这里 好觉得已经很高了 对不对 然后呢继续有更高 你说啊这个其实蛮低的 你看我们来看这个图 好在这里看 其实这里算是 也算高点了对不对 然后呢就说比较起来 这边算低了对不对 然后再跟几年前比 那这个就更高了对不对 所以呢你看到 2012年也有类似的情况 2011年是一个跌幅 比较大跌幅的一年 然后呢2012年是一个预备年 OK 然后2013年是一个头也不回的上涨 那我们预期2017年跟2020年 也有可能有类似的情况 只要我们2019年是一个预备 预备成功的话 那你看都是回踩回踩 然后之后大一个大的上涨上去 基本上就不再回到55周均线了 一年时间都没有踩到55周均线了 那一直到14年 那基本上是1314都是一个大涨年 14年有一些波然 但是基本上都是一个顺势的上去的一个过程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日线图 所以呢我们基本上日线图 我们就是预期 就是说你每看吧大家说 周五像今天这个出一个十字 然后呢开始有人有恐慌 或者是说觉得说这个好像大盘要跌了 甚至我已经有听到有些群人说 已经要看大跌了什么三重顶 什么哇这个好多这个声音出来 但是你看看技术图你看 这里有没有顶背里没有 这只是超买非常非常的超买 在非常非常超买之后 在美股里面 从来没有非常非常超买以后就怎样 就是所谓的就直接就崩掉了 不可能啊 这边你看都是有数个超买之后 顶背里 顶背里很明显 然后出现了 然后才开始有大的跌幅 这边你看有顶背里也没跌啊 对不对啊 然后呢所以就是2018 2018年就这样子从大涨大跌之后 然后呢慢慢盘底之后 然后就慢慢涨上去 那那你看这个地方 如果说超买对不对 即使说 跌了以后有个超买 它怎么样 也是有个 就是说 类似顶背里 就是稍微回调之后 上去一点点 然后呢过不去 双顶再下来回调 但是回调也只有大概三四天 然后之后开始往上走了 对不对啊 所以呢 这种情况是不会有大跌的 所谓大跌并不是说 这个我们说主要支撑是 比如说这个 20支撑 第一个大概我们等一下看一下支撑 但是呢比如说跌到2878 跌很多了跌又七八四个点 那还是什么 还是上升趋势 所以呢 跌的多买的多 跌的少买的少 那我们基本上 就是说在这地方 都是一个慢慢 有点像是GPS那种自动导航模式 会慢慢的飘上去 那偶尔有两三天的回调 然后这都是非常正常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2016年的时候 的一个涨势的情况 在这个修正完以后 跟我们今年年初一样 然后呢有个大涨 也是涨好几个月 然后之后一个回调 然后呢之后呢 这是花两个月回调 那我们之前五月是一个月回调 那不管怎么样 一根金拉上去之后 盘增几天 然后呢再去抽 抽到后来怎么样 你看这段时间是什么 两个月一个半月的时间是怎样 几乎是什么 哎 横向盘整 OK 横向盘整之后 再花两个月的时间 做个调整 所谓的预备 之后再谈上去 那就是之后就很少 再大的回调了 但是呢你看 一个牛市上涨期间 有时候非常无聊的 比如说 在这地方很无聊 就是说 基本上只有一个小区间震荡 然后十字出现好几个 偶尔抖一下 以为真的要跌了 没想到隔天就抽上去了 然后呢就是 一直都 没有很大的动作 然后呢偶尔有一天大的动作 哎可能稍微有些波动以后 又开始恢复平静 然后呢再跌了一下平静 然后呢终于有一个比较有像样大跌 哎怎么样回去测个 这个这个这个 算是连线的地方 哎又反弹上去了 所以呢 你看啊还没讲完 2017年的地方你看也是一个非常无聊的 这个横盘啊 所以呢 呃大家要注意就是说 在这段时间啊 在未来的时间上涨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有一段时间会非常非常无聊 所以呢最好是能够 bind deep and hold 能够持有 比如说你如果说不放心 你可能可以 就是说这个 有一部分仓位进行出处 可是有一部分你一定要持有 因为你持有 才能够去克服这种 一两三天跌一下 然后又涨上去了 两三天跌一下又涨上去了 如果说你不长期持有的话 你常常会被忽悠 然后呢慢慢在这边有耗损 之后你反而没办法真正能够抓到 最好的涨幅 所以 呃这个是跟大家提醒 这个一定要就是有基本仓位 你可以调低调高水位 就是你的多仓的水位 但是呢不要全部空手 这是最重要的 嗯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师徒 小师徒的话呢 下周就是说有几个重要支撑 我们到时候可以看一下 我的早安点位 比较准确一点 但是呢有一个地方特别提醒大家 就说你看这个EMA 3455均线时差的时候怎么样 这一段虽然说下跌 你好像跌的不少了 2954到2900跌50个点 可是怎样 他继续的这样子 这都是怎样 死差的情况下 这些反弹啦下跌 反弹下跌怎样 对他来讲毫无关系 对不对 无所谓的 但是呢你看 你看当这个价格跳上去 突破下跌均线之后呢 跳上去之后 然后呢 哎怎么样造成这个 这个金差 然后呢即使这么一大段 之前没买到 那你看这一段上去 也是非常大的涨幅 对不对 所以呢 趋势是力量 均线体线出趋势来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 好那我们下周就是说 然后特别注意一下 两个关键点啊 我基本上不认为 会跌到超过蓝色箭头之下 那但是呢 如果说有盘整 那是好的 因为盘整完以后 还可以再继续涨 那盘整呢 最低线呢 大概就是在2030 对不起 2930 那另外一条线是29 大概15这附近 2915 然后2930是他 这个如果要回调的 一个重要支撑 这边应该都有办法守住 而且造成一个盘整 或者是反弹 但是呢 低买高卖绝对不会有错啊 好 我们看一下QQ 几个各大指数的一个情况 那各大指数情况 QQ非常牛啊 那基本上也是 都已经就是说 上涨 然后调整出一个higher low 那现在是目前就卖着新高去啊 标普已经有新高 纳斯达克还没有啊 那那个 道琼也有新高了啊 那道琼是更一个更特别 他是一个平顶的 平顶的形态啊 那平顶的形态 通常如果说 真正突破的话 他的量身的 这个这个上升距离啊 可以很多的 我这边简单估计一下 两万三千四百点 这是两万六千六百点 所以大概有三万两千点啊 不对三千两百 三千两百 三千两百点 OK 好那三千两百 两百点再加上这个 这个比如说二七零零啊 把二七零加上去 大概是三万啊 所以道琼啊 如果说这个能够突破的话 那那比如说可以突破 如果我回来再踩一下再上去 那基本上他的量称目标 可以到大概三万点以上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螺素两千是小盘股 是比较弱一点 比较弱一点但是呢 他的慢慢的也在转好 而且他均线也是一样 有测一个high low 然后呢有一个high low出现 然后呢加上这个 好是一个小头肩底 那这样到时候一定会有机会 能够往上走 那这边是一个下降阻力线 在下周应该有机会可以达到 或者是慢慢飘过去的过程 OK 然后呢 XBI呢是深化板块 那这一周也有比较好的进展 然后呢也有不错的涨幅 那这地方也是一样 就是说好像是一个三角形态 但是呢三角形态 再做一个牛旗主力 那到最后一定会找机会 借着世界突破他的 那另外SMH是半导体板块 也是一样 就是说在这边用力的回踩 然后呢在五十五周均线站稳 然后呢现在已经就回来了 所以呢SMH也是这个慢慢的好转 那虽然说标普已经在 标普跟道琼已经创了新高 那另外两大指数还没有 那SMH也是他之前标太快了 所以他现在还没有上新高 所以耐心等待 但是呢基本上这个图形算是好的 因为他是准备要转势向上 因为大幅把这个均线拉起来太多 那他们需要把这个压平之后慢慢的往上走 就是这样的情况 恐慌指数呢没有太大的恐慌 也没有特别要起来的意思 所以呢目前为止暂时就是看着就可以了 另外呢这个TLT呢在高位 我之前讲过在高位都会产生盘整 然后可能要么就是几周后上去 不然就是等个均线然后回踩一下 比如说这边能够做一个碗 然后呢一个杯 比如说做一个126附近的这样一个杯的话 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好事 TLT是这样看的 那美元指数呢有点破位 这边如果你动一个加行直线 这边刚好这个周五收的时候 刚好跌破的一点点 那我们看下周是不是有买牌 或有人能够在这边撑着 比如拉上去一点 那这是美元指数的情况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黄金 黄金的话算是突破了这个之前 一个大的一个这个顶头盖 顶头盖大概是1370的地方 那一直都过不去 first try, second try, third try, and fourth try 那这里是更多了 所以呢在这边你看这边进行太不错了 可是就是没突破 没有突破就下来一脚 所以这边终于有机会突破了 那是非常好的事情 那我这边有计算过如果突破的话 目标是1600 那能不拿到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还有关系国金的背景 但是呢目前为止黄金是走多的情况 是没有改变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原油 云油的话呢好像也似乎 是走一个三角形态 那再支撑手术 那我们下要看到主力 大概64的地方不能放过 那就是说如果他突破了主力 那就有机会慢慢的盘上去了 那这边来讲特别注意一下 XLE也是慢慢有起色 那这边也是出现一个高额路出现 那我们就用这个高额路来继续往前来交易吧 这是上证 上证指数 那我上次说这边有一个底背离出现了 然后呢如果你有买 那这周就是有不错一个初始的涨幅 那我这边来讲就是说 其实很多人都还听着半信半疑 为什么我会涨 但是呢我这边有指标 就是告诉你哪些地方可以过哪些东西 可能要稍微就是这样一点 所以这边至少背离 然后呢而且上证也慢慢已经扭转起来 所以是非常好的 那EEM呢是这个就是新兴市场 新兴市场的ETF 那也是一样在这边直线上找到支撑 然后呢有一个比较好的反弹 那这边就是说如果你能够超过四四以上的话 那就非常的一个不但是徒步向的趋势性 而且它就是能够算是就是说 会有一个好的上升趋势出现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简短点 让大家知道一下未来的大盘大概会走向是怎么样子 那另外呢我们在知识的学习上面呢 我们这是有一个这样一个现状图 那我们不知道你是哪一种 那如果你不知道 那也必须要赶快找机会能够补充知识 OK 好那我们很快很快的过这个这个基础班 跟东西班的介绍 那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slide 这个powerpoint ppt 然后呢我就不特别去讲 好那下周开课是这个八月底 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跟我联系 那另外呢就是说在这上面有很多的这个像资讯呢 大家自己看一下五堂课七个多小时 就是视频跟教学群啊这个来进行 这个来进行 那课程会永久云端保留 那可以看 也鼓励看 那这个六月四五号是不对的啊 可能是下一次的话是这个七月底 OK好 好那我们报名放在这地方 另外呢中级班呢我们就是给钓竿 而不是只有给鱼那有非常不错的成效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习 能够自己独立操作看盘能力 好那这个中级班的资讯在这地方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早安点位 那非常准确的一个工具 那大家可以来应用一下 那另外呢这个早安点位的这个得到的法则 另外盘后小杰那基本上很多盘后小杰 我所写的都是很到位的 所以呢我们就是看下一周 大概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机会 OK好那跟随脸书群的 在这地方大家自己抄一下 抄下来另外有个微信的QR Code在这里 以及微信的这个QR Code在这里 OK好那我们讲到这地方 那我们希望大家都有美好的周末 那我们到周下周不见 下周我视频没有录 那就是下下周见 那我们在群里面还是会有机会见到 好那我们先这样咯 拜拜